今年加过不论内政及外交方面 都发生了不少大家关心的事情 总理杜鲁多在2022年即将结束之前 接受本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专访 总结今年国内的通胀、经济、医疗等问题 也进一步解释刚刚出路的印太战略 及未来的对华政策方向 请留意《新时代电视一台》 星期五晚9.50分 总理杜鲁多的年终专访 中文字幕开下自16曲 文字幕志愿者